而另外早在9月份的时候 东里春庆光路29号到30号之间的道路 原本只是坍塌一点点 但是连日来在多次的下雨之后 坍塌的范围是越来越大 已经快要长达100公尺了 又遇到了上个月的原规台风之后是更加的严重 不过过了一个多月都还没有修复完成 副理乡民代表潘武雄就在咨询的时候提出了 希望公所能够尽快完成 给川民一个安全的道路 早在9月份的时候 东里春庆光路29号到30号之间的道路 原本只坍塌一点点 但是连日来再多次下雨之后 坍塌的范围是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长 目前已经快要长达大约100多公尺了 又遇到上个多月的原规台风之后 又更加严重 不过过了一个多月都还没有修复完成 副理乡民代表潘武雄就在咨询的时候提出 希望公所能够尽快解决 给村民一个安全的道路 公所则是回应目前就是会先将路面修复 至于整体灾收要等县政府补助拨款下来才能动工 这段期间呼吁民众要多加留意了 那加关完之后我看他还是有栽机去呈现 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有傲灾害系统 那县政府呢也在这一两周内一定都完全勘查 那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就是 骗人灾害这个作业的程序 他们要签合有些行政程序 那这部分的话我会跟县政府这边在做 很像联系 看说他们这个机会是否有核准 那预定就会不会下来 潘武雄说 因为再过一个月就要2022年的连续假期 到时候会有很多的民众返乡 希望公所能够赶在放假之前 让道路恢复 也让民众有个安全回家的道路 记者高松双不理箱采访报道 然后请安排役 系列 苍 所 是 幾 对